这一章呢我们讲一个比较重要的内容 也是我们这个课程的实现功能层面的最后一章 也是微博里面一个比较重要的功能 就是爱的提到我的 什么叫爱的提到我的呢 就是说我们上一章已经把这个爱的功能 回复功能做出来 但是做出来之后 比如说你爱的了我 但是我不知道对吧 你爱的了我 这属于你自娱自乐 你爱的我一百遍 那我也不知道 这肯定不行的 这个系统得让你有这么一个能力 就是说你爱的了我之后 我得知道对吧 不管是一个人爱的了我 还是一百个人爱的了我 我都得及时的知道 虽然说我们现在网站形式 发不了像APP那种的推送的通知 但是至少是我进入网站之后 我就能知道这个爱的功能 这个爱的提到我的这个所有的信息 所以说我们把这个东西实现一下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要修改数据模型 就是我们要碰一个爱的relation 我们要存储这些信息对吧 我们要存储下来 要不然的话 那不就丢了吗 对吧 那存储什么呢 到底存储什么东西 所以我们就要去分析一下 比如说你爱的了我之后 然后发表微博 这个时候呢 我在后端 我插入微博的时候呢 我要分析一下 你是不是爱的了谁 你是爱的了我 还是爱的了张三 还是爱的了李四 爱的了一个人 还是爱的了一百个人 这个都是可以分析出来的 我们要分析一下 我们根据优惠名分析一下 分析完之后 我们分析的结果 放在这个爱的实际上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存储下来 对吧 然后是获取爱的数量 也就是说我们 有了这个分析的结果 存储下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获取爱的数量 也就是说 我进入首页之后 我要第一眼就能看到 是不是有人爱的了我了 到底多少个人爱的了我 我首先要知道这个数量 对吧 就是首页可能不会 立马显示说 爱的了你的这个详情 这个详细的信息 就是说数量比较多的时候 也显示不过来 对吧 那至少我们知道这个数量 也就是说知道这个 小语提醒的数量 有了数量之后 我们去开发页面和路由 也就是说我们单独 开发一个页面 去显示爱的我的详情 就是我们专门做一个页面 做一个列表页 去显示 有哪些爱的了我 它到底是 什么样的微博的信息 爱的了我 到底是给我 爱的了什么信息给我 然后是再来测试 这样就完事了 所以说看起来 这个内容还是比较多的 内容还是比较艰巨的 但是呢 没有太多的技术难度 可能就是一些设计 一些分析 一些工作 所以说我们就 这一张把这个事情 再做一遍 做完之后呢 我们这个整个的微博的功能 就算是圆满了 OK 那我们看看数据模型 套路还是一样的 我们先看一下 数据模型的设计 然后呢 再看一下 怎么去修改这个模型 然后呢 再通过到数据库里面去 好 又是这个设计图 那我们回顾一下 我们之前做的工作 第一 一开始呢 我们把users表给建了 用户注册 用户登录等等 这些给建了 然后呢 再是这个blogs表 就是我们建完 登录注册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 能创建微博了 对吧 那创建微博的时候呢 这个优责ID 有通过外界关联到 这个优责上 这个ID上 对吧 我们有个外界关联关系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又做这个 用户关系的表 就是能让这个 用户去关注某个人 然后他成为他的粉丝 对吧 也可以取消关注 然后通过这个 users和followers 去存储这个关注的信息 这个时候呢 其实就是 两个外界关系 联系到这个users表 因为这个users和followers 全是代表是用户 对吧 那 有了这三个表之后 其实我们的 Weblogs大部分功能 就做完了 就除了 除了我们本章 要接下来要做的功能 其实别看 只有三个表 但是我们的这个 设计负难度 根本就不低 对吧 大家也能体会出来 有的地方 你可能会看不懂 就是看不懂没关系 你看不懂就 及时给我提问就好了 也就是说 从此来反映 就是说我们这个 系统虽然说 表比较少 但是它代表的 复杂度并不低 就是它的复杂度 它设计的复杂度 还是挺高的 还是需要 一定的时间 或者一定的这个 工作量去理解的 那接下来我们要加 最后一个 就是atrelation 我们看一下 atrelation就是说 我们一个blog 一个微博中 我们at哪些人 我们要存在下来 这个另外呢 就主要是 有三个列需要建 第一个是useradd useradd这个地方呢 我们要存储 用户的id blogs blog id呢 存储的是blogs 表里面的id 然后itread itread这个东西呢 就是看看是不是已读 因为我们要 显示这个 atrelation的数量 显示的肯定 不能全部的 对吧 比如说我今天 看了首页 atrelation的数量 有三条 然后我进去之后 把这三条全部 都留览完毕了 然后明天进入 这个首页之后 这三条就不应该 再显示了 因为它是已读的 已读的这些信息 我们就不应该 在数量中在显示 所以说我们应该 用一个标记 去区分 它是不是已读的 OK 那我们需要建一个 外界关系 就是这个blog id 要对应到blogs 表中 因为blog id 代表的是一片 微博对吧 这个user id 我们现在没有 外界关系 对应到blogs 表中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地方 它虽然代表 也是个用户 但是它 我们在实际实现中 我们没必要立马 就把它和用户 对应起来 就做查询的时候 做查询的时候 我们需要联合 这两个标查询 表到外界 blogs表中 建一个blog id的外界 到blogs表中 但是我们 在系统实现的时候 没有一个功能 说是我们要联合 atrelation和user 去查询 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 暂且先不建 这个外界关系 具体为什么说 它不需要联合查询呢 不需要这个和这个 一块查询呢 我们在后面 我们会再慢慢 去解释这个事情 就是在做的时候 我们会通过这个代码实现 你就能看出来 所以说我们最主要的是 要实现这个blogs表中 和这个atrelation 两个表的这个联合查询 所以说我们要建 这么一层外界关系 OK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 去制作 好 那我们到空调里面 还是我们先把这个 分支给切换一下 这个时候叫atme 就是at提到我的 对吧 好 在这里面呢 我们就可以去建 我们的这个数据模型了 好 我们先把这个dbmodel里面 我们新建一个叫做 atrelation 叫gs 先把这个数据模型 给建一下 好 图示先写上 微博 at用户的关系 数据模型 author 写上你的名字 好 这里面呢 同理啊 我们还是要去 跟这个一样 我们还是要去把这个 基本的内容引用过来 像这个sircolas的这个实例啊 以及这个类型啊 类型我们看需要哪些啊 这里面 用的id是肯定是int类型 有integral类型 数字类型 那blog id也是数字类型 atread的这个呢 是一个blog 类型 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需要一个integer类型 然后stream类型不要 tags类型也不要 blog 类型我们再看一下这个tags这里面 有一个bolean的一个类型 所以说我们把这个blog 就给它拷过来 好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做 at relation复制成sircolas.define 对吧 然后这个名字我们叫at relation 好 这里面呢 我们就配置各个属性就好了 完成之后呢 我们不要忘了把这个给它输入出去 at relation 好 这里面我们看一下需要建 usrd blog id和isread 这三个属性 user id 它的type是什么呢 就是integer 然后blown nine false 不能为空 comment我们写个注释吧 优惠id 好 blog id type也是integer 然后blown nine肯定也是false 然后comment写个注释 weblog id 接下来 isread 是否已读 这里面呢 这个type是什么呢 是folding 就是不耳类型 就是出个false嘛 对吧 然后alunine 是false comment comment 是否已读 这样我们加个默认值吧 就是是否已读 我们加个默认值 就是我们在插入数据的时候呢 我们不去操作它 就是让它默认有个值就行了 因为你一开始添加这个关系的时候 它肯定是个未读的 对吧 所以说就加一个default value 等于什么 等于false就可以了 默认就是未读的 对吧 插入这个关系的时候 我们这个isread的这个 我们就不用直接手中去写false了 我们就不用管它 它自己会默认差一个false OK 完成之后呢 我们要把这个引用一下 就在index里面 我们把这个引用一下 引用完之后呢 我们也要把它给输出一下 这个不要忘了 好 输出完之后呢 我们要把这个关系给建一下 对吧 我们说过 要建这么一个关系 是这个有外界到blocks 所以说我可以这么写 blog.hasmany 然后 add relation 然后foreign key 等于什么呢 等于blog id 好 保存一下 大家看啊 blog.hasmany 它是一个一律多的关系 比如说一个博客 可以add很多个人 对吧 它是一律多的关系 所以说blog.hasmany add relation 有很多个add relation 然后这样的话 它的表示是什么 表示要建一个外界关系 让它对它有关联 因为它是hasmany 所以到过来 让它对它有关联 然后外界的这个名字呢 叫blog id 这个列的名字叫blog id 正好是符合这么一种关系 比如说 add relation 里面这个blog id 然后对应到blogs 里面这个id 对吧 因为我们做查询的时候呢 我们在做查询的时候 查询的是blog 对吧 然后查询blog 然后它里面要inclose 这个add relation 对吧 所以说我们要这么写 好 这个写法呢 我们接下来在做查询的时候 我们会再对比一下 会再对照一下 接下来呢 我们就再给它处置化一下 就把这个数据 给它 通过到数据库里面去 就行了 好 在通过之前呢 我发现了一个 就是我不小心写的一个第一错误 就是这个地方 我们在这个modelindex.js里面 我们最后输出的是一个 这个地方是一个blogs 就是一个bar值 应该是输出一个 add relation 对吧 这是一个 粘贴的时候一个第一错误 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 先改一下 改一下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 根据我们之前写的 就直接去通过数据库就好了 npm run 不是npm run node srcdb sync.js 那完事了 完事之后呢 我们在数据库里面去看一下 那所有的数据应该都清空了 那我们刷新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个 add relation的这个数据库已经有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外界关系 外界关系呢 这儿已经有了 就是大家可以在自己的这个 特别上看一下 这个地方字比较小 我也不知道怎么放大这个地方 就这个好像没法放大 然后这里面的blogrd 对应到这个blogs表中的这个rd 跟我们之前的这个外界关系 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没问题 然后我们看一下列里面呢 有个地方值得注意一下 就是这个 add relation的这个列 这个类型的 它这个数据库里面 这种实际的叫tinyint 它的int应该是一个 比较小的一个int值 它可能是 它的存储物件比较小 它的只能存储 比如说这些简单的数字 那因为我们这个地方 在代码中 我们这个地方 第一的时候呢 它是一个bar的类型 bar的类型 不一定存储或false 因为像C语言中的bar的类型 它就没有bar的类型 C语言中只有0和1 来表示正确和错误 所以数据库什么 也是建议这种方式 就是它可以用一个 特别小的一个整形 然后存储bar的类型 然后这样站的空间比较小一些 好 所以这是一个差异 就是数据库存储结构 和这个语言的一个 表示方法之间的一个差异 但是并不会影响我们的功能 那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再把这个 刷新一下 我们把这个该注册注册一下 因为我们现在 数据库存储之后嘛 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 对吧 我们先让DV启动一下 启动一下 然后我们现在退出 重新注册一下 注册账号 比如说张三 注册 好张三 这样就可以登录了 对吧 比如说发个微博 我是张三 好 然后我们再重开个这段期 要稍微等一下 这个我家的网易软卖 他要获取一些CDE上的一些值 一些GS 李四 好 这个地方比如说写 我是李四 OK 设置里面我们加一个名称 李四 城市 比如说李诗子在上海 好 这个地方呢 张三的设置 比如说名称叫 张三 城市 张三在北京 OK 这样的话 你看广场里面就有张三和李四 比如张三 我们关注一下李四 好 关注一下李四 张三里面 艾测就有这个李四了 对吧 艾测李四 比如说艾测李四 然后我们先不出了吧 我们接下来 我们要讲接下来的内容 对吧 好 这样的话 我们数据算是准备完了 准备完了之后 我们接下来就会讲一些 怎么去 就是根据我们之前的规划 怎么去把这个艾测关系 给他放到这个艾测李四 那个表中来